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還有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希望到五點二十可以來結束 所以我希望趕快的把這一章可以講完 那天父的心我想我今天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講完 很快的代過 就是說我怎麼樣來體會阿爸天父的心 我們剛剛講的是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父 第一個他希望你成長是一個喜業的成長 是站在恩典當中是叫做歡歡喜喜 第二個他希望你的價值感 他不是這個建立在我們的成就 那建立在我們的成就 這個我很快的帶過了 就是說在成長的當中 他希望跟你很親密 而不是只是好像做對事情 神要你快樂勝過於乖 那個過程勝過於那個所謂的結果 然後阿爸天父的心 他希望你不是用追求成就感來證明你自己的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追求成就感要證明自己的價值的時候 有時候追求不到 你就心中充滿了什麼 那叫不安 可是如果你天生 就是說我的價值感就是因為我是神的而你 那在這樣的一個這個價值感裡面 你就有平安 然後讓神帶領你 你就能夠成就屬神的一種成就 那這個今天我們有很多時間來跟大家 大家來講這個 就是我們是他手中的工作 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 為了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意被我們行的 這個工作是我們翻譯的 因為我們華人很喜歡工作工作工作 做做做做 OK 可是事實上 他說我們原來是他的節奏 Workmanship 就是我是他的藝術品 懂不懂 你是他的藝術品你知道嗎 你是不得了的 那這個就是說 那這個藝術品還沒有完成 所以神會繼續不斷的來做 在做的當中 就是為了要行我們 我們神所意被叫我們行的 那今天我要特別強調一個 就是說 天父的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在他裡面的身分 是永不改變的 OK 這個永不改變的一個身分 是阿爸天父的一個心意 那我要用一段的聖經 來跟大家來這個講 為什麼這個身分這麼這麼的一個重要 你的身分 你兒女永遠是兒女 那路加福音十五章 我們那個早上有講過 我們講大兒子 我們現在講小兒子 這小兒子呢 把父親給他的家產都帶到遠方去了 流浪揮霍 那到最後 落得非常非常的淒慘 那這個淒慘就是說 哇他到最後的地步就是 跟豬 聽人家養豬 然後跟豬搶那個豬的那個什麼 多夾著吃 OK 所以很慘 當他在那邊很慘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醒悟過來 他說 在我父親家裡有好多的故宮 他們過得都比我好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跟豬搶這個什麼 多夾著吃呢 然後他就說 我要起來 我要回家 我要跟我的父親說 啊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不要 這個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所以他就起來了 然後就回家 那 我需要你應用一下 所謂的想像力 想像力是審給我們的 你想像這樣 這個小兒子要回來的時候 先 打了一個草稿 說我回去以後 要跟父親怎麼講 我回去以後 來 我們一起讀 來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這是他打的草稿 他起來了 起來了 要回家以後 哇 父親看到他 嚴嚴的就跑過來 連連跟他親嘴 對不對 然後一陣親了以後 他就把這個草稿拿起來了 就背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有沒有 是不是完全一樣 是不是完全一樣 可是 有一句沒有講 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句沒有講 哪一句 嘿 他講到這裡 把他本來 要講下去 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可是當他講到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以後 這個 底下那一段 就說 父親 切 夫婦不能說 把他上好的袍子 趕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在他的指頭上 把他回牛途籤 宰了 我們可以什麼 歡喜快樂 用你的想像力 他本來要講 本來要講下去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卡 不可以講 父親把他怎麼樣 切 不要講 父親 父親講 把那上好的袍子給我拿出來 把那個戒指來 帶在他的手指上 把肥牛途籤來宰了 我們可以歡喜快樂 聖經要啟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兩段 看起來好像完全一樣 就最後一句 不讓講 為什麼 OK 還有沒有 他在外面流浪的痛苦 所以不讓他講 他的身份不愛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兒子就是兒子 不管 不管是好兒子 壞兒子 都是心肝子 對不對 壞兒子 你怎麼可以回去做什麼 故宮 這個兒女的身份 這是審給我們的 他是重駕付出 我們是什麼 白白得來 他重駕付出 然後呢你說 然後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那是什麼意思 回去做奴仆 你懂我意思啊 你回去做奴仆 不 護 護親講的 把上好的袍子拿出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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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人的袍子 跟兒女的袍子 是不一樣的 懂不懂 兒女 那個袍子是上好的 仆人 那是赤等的 把戒指拿來 戴在他的手指上 那是什麼意思 戒指 戒指是當時的印章 印章就是什麼 好像簽名 我可以到銀行領錢的 兒子生來是要承受產業的 OK 兒子不用做什麼 才可以來什麼 這個承受產業 兒子生來就是要承受產業 我們說 以色列亞神的王子 王子是做什麼的 王子是要來做什麼的 存接國王的什麼 產業 OK 所以 把戒指帶來 帶在他的指頭上 所以你知道 什麼叫做信耶穌 當信耶穌的時候 神就給了你一個身份 就是兒女 這個身份 永遠不能改變 用加拉太書那句話 好 恩典 是兒子 你現在要墜落 去做什麼 奴仆 神 這個聖經啟示的這個附近 不讓他講 我不配 所以我 把我當做一個什麼 故宮吧 你怎麼可以從恩典當中 怎麼樣墜落下來 你信耶穌 你永遠身份不改變 阿明 而且我必須從這個身份 來看待我跟神的一個關係 而不是用奴仆的一個角度 奴仆 是我們服侍的時候工作的一種性質 我們在服侍神 服侍人 可是那個不是身份 那個叫做角色 工作的性質 OK 所以我常常用一個 一個這個 比喻形容 就是我們 我們是怎麼跟神立耶的 神是怎麼跟我們立耶的 我們立的是新耶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耶 你想像 你想像 新郎跟新娘來到前面 牧師要跟他怎麼樣 正婚 正婚的時候就問他說 你們要立耶 對不對 要試耶嘛 那你是不是願意接受這個 這個你的 成為你的 這個妻子 無論是瞬間 無論是逆境 無論是貧窮 無論是富貴 無論是健康 無論是什麼 這個這個病痛 永遠認定 他是你唯一的什麼 妻子 新娘就說 我願意 對不對 然後牧師又問這個這個 這個新郎 你願意嗎 無論是瞬間 可以 新郎說我願意 我願意 是 你看他們立耶 拿著一個戒指怎麼樣 套上去 就是 我把你定下來 一生一世 阿美 定下來 一生一世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看過這樣的 這個當牧師問他說 你願意嗎 無論是瞬間 立場 對 然後新郎跟新郎就說 我尽量 我尽量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 我愿意 我把你定下来了 定下来 可是过了一年 两年 又离婚了 这个叫做人立业 有没有 人是这样立业的 神不是这样立业的 神说我把你定下来 一生一世 人会毁约 神永远不会毁约 阿们 这是神 这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 可是人 很习惯 又回去工作 去做奴仆 恩连 你还回去坐坐坐 这个故事后面 还有一个故事 叫做 这个圣经以外的故事 因为用你的想象力 他说这个小儿子看到 大儿子不高兴 对不对 大儿子不高兴 所以那天晚上过了以后 隔天早上一起来 你知道这小儿子做什么 穿上工作服 想要到田间去工作 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亏欠 在外面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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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多人想要到田间去工作 去弥补一点 父亲起来的时候 你干什么 这个小儿子说 我怕哥哥不高兴 而且我心中有很多的亏欠 我赶快去做工 我赶快去工作 看看这个免得那么那么的亏欠 对不对 那父亲怎么说 父亲怎么说 他又说 你那么久没有回来 不要急着去工作 我们两个泡一杯咖啡 我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我要跟你聊聊天 我要看看你 你懂我意思 蛾啊 请你跟旁边说蛾啊 你有沒有发现这个蛾女的身份 这蛾女的身份 可是我们今天常常用 做做做做做 来代替什么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能从蛾女 堕落回去做什么 奴仆 我要是做奴仆的时候 我服侍的时候 是一个蛾女的心 OK 因为这是神给我的 所以你知道牧师的身份 我最重要的身份 儿子 然后有一天我要成为 心腹 这个下一次再谈 今天没有时间谈 因为男人怎么做心腹 对不对 可是那个 那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身份 儿子啊 儿啊 不能改变的 改变的就糟糕了 当我服侍的时候 我不是在乎我的表现怎么样 我是在乎我 有没有真正服侍到人 用神的爱服侍到人 OK 我不是在乎人家怎么看 而是什么 而是 哎呀 神的爱充满我 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样 他还是爱我 永远不改变 这个身份永远不改变 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 就说你传这种福音的 应该受咒诅 是什么 因为到最后又回去 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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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的心意是这样 那他真的很严厉 就是来帮助我们 来引导我们 让他继续地受造我们 成为一个杰作 OK 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奴仆的心的时候 能就害怕 然后要用工作来 代替这个关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清精神 没有办法清精神 那今天 这是我上一堂应该要讲完的 今天最后一堂 还有 不是 这个 不到一个小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间 我要讲 最后一个 就是说 天父的心 希望我们回转 归向他 那怎么样回转呢 那这段圣经 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这是旧耶 最后三节的圣经 最后两节的圣经 就是要进入新耶里面 这是最后两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 看啊 没有归向儿女 而你的心没有归向父亲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大的咒诅 我们都知道神很爱我们 神就是爱 祂就是阿爸天父 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地上父母亲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父母亲的形象 把它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 代替人 代替了神 跟我们的一个关系 那个是一个做主 OK 在耶稣要来 对不对 耶稣要来 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天父啊 你看见我的 就等于看见了什么 父 有没有 可是为什么人没有办法体会 为什么这些宗教的人士没有办法体会 为什么这个瓦利塞人 他对神就是什么 就是敬而言之 就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说是世界的一个影响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发现这个 我跟父亲的这个关系 真的深深的影响到 我跟阿爸天父的关系 那我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爹地爹地爹地的那种 那种心境你知道吗 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发现 开始慢慢的能够体会 我们做了父母以后 就比较能够体会父母的心嘛 对不对 所以我做了人家的父母以后 我就知道 其实我很爱儿女的 你爱儿女吗 爱不爱 可是问题是儿女感受到你爱他吗 又不一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爱的表达是有限的 那我也知道我的父亲爱我 我知道 可是我基本上感受不到 那很多时候我知道 知道 阿爸天父爱我 可是我感受不到 就是因为 这个是这个 为什么在整个就业的罪末了两节 他说我要拆遣 伊利亚 就是十几耶翰 到你们那里 父亲的心 跪向儿女 而你的心怎么样 跪向父亲 我相信十几耶翰的 跟他父亲的关系是很好很好 为什么 他父亲本来都放弃了 他父亲本来 他们求求要有儿子 有儿子 求了老半天 然后都没有 到了晚年的时候 忽然间天使向他显现 显现的时候 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 我才不信 我这么老了 怎么有可能 你有没有看到他一方面在祷告 祷告 可是当这个事情真的成就的时候 他是不相信的 所以他就怎么哑巴了多久 就是九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你知道这叫老来得子 老年怎么样 得子他一定 祝祝 祝祝这个儿子 你懂我意思 我常常有时候 跟我太太开玩笑 我人生最难走的一段路 将会是 有一天 要带着女儿 从后面走到台前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最难走的一段路 你懂我意思 哎呀 我们都知道很爱儿女 可是很多时候你说 我对他怎么样 我对儿子怎么样 没有一个完全的 我们基本上要承认说 这世界 我们在文化里面 天下无什么 不是的父母 可是另外一季我们常常 天下有没有完全的父母 完全的像神一样 有没有 没有一个 一个都没有 没有一个完全像神 可是我们知道爱 可是爱的表达 可能无形当中 对儿女有很多的伤害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不完全 所以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重新来怎么样 就是说 这个所谓 父亲的形象 会深深的影响到什么 我们 跟阿爸天父的关系 那这个 这个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要 放掉 要赦免 要接纳 因为 当你 不接纳 不赦免的时候 你就抓住 这个 你原来的形象 你就把它 投射到 你跟阿爸天父的 关系里面 你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 这个父亲 这个阿爸天父的爱 那我给大家看几幅图 这个是我儿子 9岁的时候 生的一场大病 突然间 哇 他在外面 抱着头 大喊头头 然后回来 回来 就 两三分钟 就整个人昏过去了 我送到医院 一照 右脑都是血 全部都是血 那个小医院 没有办法 来跟他动手术 就 连此打电话 就一个直升机 从大医院 回过来 然后就把我的儿子 调走 那我 这个情况 我们要赶到医院 我们回家 打包了一下 然后就 哇 就赶到医院 三天之内 动了两次的手术 第二次的手术 把他的右脑 拿掉了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他动 第一次手术以后 就脑压 没有办法控制 脑压没有办法控制 就会 就不断的脑就会 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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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了要让他的 这个 有一点空间 就把他的脑 拿掉了一部分 右脑 拿掉了一部分 那 还是没有办法工作 结果后来 他变成 有点中风 他那个 膨胀 那个压力没有往那边去 我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中风 16天 16天的当中 我们以为 我们见不到这个孩子 我们以为 这个 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孩子 教育生这个 这个 这个 神 行了一个神迹 16天以后 医生都说 不可能的情况 让他叫醒过来 动得一只手指 你知道吗 动得右手 一直手指 哇 我告诉你 那个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你相信吗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 听不到这个孩子 叫你一只爸爸 现在他动得一只手指 慢慢的动起来 你看到这一幕 你说他那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成就 有没有什么成就 是不是很厉害 我告诉你 只要他能够叫你一声爸爸 你就心满意足 这个叫做天父的心 我们本来都不认识神 哎 就好像我们在旁边跟他 跟他讲话什么 他没有意思的 哎 神一直在跟我们讲话 神说我爱你 给你这个 这个生命 给你阳光 给你说 我们吃饭 你不会祷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 神讲话 我们听不到 对不对 有一天 神行了一个神迹 原来 原来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然后你接受了耶稣 你叫了这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叫什么 爸爸 你觉得神高兴吗 神高兴吗 就好像那个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成就 你觉得神高兴吗 高兴吗 阿们 我看你们都还不大那个 在情理跟旁边说 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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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心肝子 破裂 你就觉得 这个就是亲密 你们懂 这叫做 因性正义 不是等到我有成就 神才来喜悦我 你知道 好 慢慢慢慢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 当如果我们要讲真理的时候 你今天必须要先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地位当中 不能回去做奴仆 当然 他过来 这不是故事的结束 而是 真正的开始 开始是什么 我要帮他做附件 我要帮他做附件 一次又一次我帮助他 我尽我所有的可能就是要帮助他 怎么样 生命成长嘛 对不对 那 以前 我对 对儿女的那个就是 你做好是应该 现在 在做附件的时候 学一件事 你 做不出来 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脑啊 这个脑没有了 所以走手走脚就怎么样 就做不出来嘛 那 为什么我知道的善我不去做 我不愿意做的恶 我很老去做 为什么 因为人类 始祖犯了罪 对不对 人有了什么 罪性 ok 所以 所以 这个 好的基因 好的脑子 不见了 没有了 所以你自然 活出来的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行为 自然就是达不到神的目标 为什么在基督里不在定罪 那 现在是神要重新受到我们的里面 ok 里面 凯拉 才有可能 好 这个附件就是希望他怎么样 他这次身体的动作 看看能不能 他的脑里面有一些 哦 恢复了原来的功能 是这样 那当然一天 一天 一天 他都在做那个 这是1995年的时候 我们家 三个你看 老大 老二 老三 那 老大 你看他的手 还是怎么样 不完全 可是我告诉你 现在 我们住在台中 我的老大跟 老三 就是你儿 跟我们一起住 老二呢 在美国中部 他 现在在做 祷告先教士 这个故事很长 因为我今天特别也要 提一提老二 老大 身上我学习到 这个叫做恩典 是 是生命树 不是分别三恶树 神 对我们 要是救察罪内 我们没有一个人 站得起来 那神 因为知道我们不完全 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 接纳我们 接纳我们 拥抱我们 那这个叫做恩典 好 那我要讲 我们怎么样体会一个父亲的心的时候 你看 你看那个老三 那个傻娇的样子 你就知道他很幸福 所以 我感谢神 因为 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父亲 所以对两个 这个是比较是 他受伤以前 其实我对他要求很多 牧师嘛 牧师的儿子 一定要怎么样 往腰神啊 钢琴要弹好啊 斜业要好啊 很多的要求 就好像一般的父母是望子成龙 怎么样 望女成凤嘛 对不对 好 他生病了以后 改变一个手势 就是要接纳 要拥抱 要鼓励 要提醒 这样 只要他活着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感谢赞美神 好 这个叫做隐姓正义 这个叫做恩典 这个叫做儿女 不是因为他表现不好 就怎么样 对不对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已经大学毕业 那你看看我们家那个老二 其实呢 这老大是身体受伤 老二是心灵受伤最严重的一个 为什么呢 老大受伤嘛 所以 对 要照顾他比较多 对不对 老妖那么小 又不能叫他做什么 洗碗啊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从小 这个老二 就是 他哥哥生病的时候 他被送到我一个亲戚家 待了七个月 六个月到七个月 就是在那边七岁的时候 那 因为我们要全心照顾这个老大 所以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不对 到了 特别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悖逆 悖逆到一个地步 哇 就会滑脾气啊 然后突然间就是 他很喜欢搞怪 很喜欢搞怪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什么 需要注意力 OK 那我记得就是说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他开始叛逆 叛逆 叛逆 那 我记得有一次 我 我们去一个牧师家庭的 退休会 去圣地雅各 然后就在房间里面 他就为了一点小事 就大发雷霆 那我也大发雷霆 因为我在带机会啊 我在什么的 其实很多事很忙啊 什么的 我也说 我就要教训他 我就要管教他 我说你试试看我 You try me 你不听我的话 看你老爸怎么修理你 然后我反正就罵他一顿以后 我自己先走 后来师母就跟我说 你走了以后啊 你那个儿子一直垂墙壁啊 他 我师母很有智慧 他就拿一个枕头说 你要垂就垂这个枕头吧 垂啊 垂啊 然后我听了这个以后 我就说不对了 对 这个 因为开始教导恩典以后 我知道一件事 我们要得到孩子的顺服 是要从心里顺服 而不是表面上的顺服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 叫做心耶 这叫做律法写在哪里 心上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我觉得不对了 那怎么办 我要改变一个方式 我开始学习跟他做朋友 不是在拿出父母的钱柄 而是怎么样 跟他做朋友 他喜欢做什么 我就跟他一起做 他特别喜欢打网球 你知道我那个老二 现在194公分 我老大192公分 OK 因为师母很高嘛 他170我183 所以哇 儿子又是吃牛排长大的 OK 那 他喜欢打网球 我就陪他打网球 陪他 有时候 哇你跟那个年轻人 陪他打网球 很累了 有一次我打到这个 这个手都有一点受伤 可是我还是陪他打 然后他竟然会问我 以前青少年都是很自我中心的 爸爸你的手还好吗 你知道当他问那句话的时候 我很感动的 我说 就算是怎么样 我都陪你打 然后他很多时候 还喜欢打电动玩具 偶尔我也会跟他打电动玩具 因为怎么样 就是 要跟他做朋友 不能说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好像立法一样的 那 特别特别 也就是说 当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 好像朋友一样 会跟他分析说 这对不对啊 这对不对啊 这怎么样啊 可是呢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自己做这些 这个叫做青少年的一个成长 你知道 14岁还15岁 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在教会里面 我是主任牧师 他那个女朋友还不是基督徒 你说我怎么样 也不能大花蕾蜜 他妈妈就很有智慧 他妈妈就很有智慧 怎么样啊 好像有点年轻啊 什么的 然后最好是基督徒 什么 不过呢 你的决定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然后呢 就为他祷告 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好像不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当中 催了 催了以后 我们心中是感谢的不得了 心中是高兴的不得了 还要照顾到她的感觉 你不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因为她 她的心是破碎的 你懂不懂 那是她的初恋 哎呀你还好吗 你懂得意思吗 要做朋友 不能再用父母的前威 你要得到的是她的心 所以她成长 哇就喜欢打电脑 打电脑 那我们只能一直祷告 就是 沈哈尼要她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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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沈哈尼扭转她的心 那我们就会带她去参加特会 有一次我们就带她去参加 美国中部 有一个叫做iHub iHub就是 国际祷告宴 就是这个 这个国际祷告宴 那 没有想到她很喜欢那个音乐 好 那上了大学 下了大学 然后这个 她还是打电脑玩具 我们只能为她祷告 OK 那当然有 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冲突 可是尽量我们就是尊重 尊重 尊重她的选择 没有想到19岁的时候 大学读了一年以后 有一天她进来跟她妈妈说 妈妈 我觉得 这个 人生这样整天打电脑 人生没有意义 哇 什么 她妈妈就很有智慧的跟她说 这样好了 我们建议你 如果觉得人生没有智慧 你要不要到iHub 就是在美国中部 你去寻求 你休息好了 没有 这个 这个学业 你休息一年 你先去那边一年的时间去寻找 到底神要你做什么 你没有想到她进来说好 那时候我们就很高兴 真的 休息喔 大学读了一年 然后就到美国中部去 她说去一年 结果她一去四年 她就喜欢上那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喜欢上那里呢 一去 两个礼拜 有一次他们 这个在 这个宿舍里面 他们到这个厨房去好像要拿东西吃了 竟然 那些学生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然后她就用中文为人家祷告 哇 中文祷告出来 更有恩膏 结果哇 这个 就是这样 两个礼拜被圣灵充满 那个地方是这样 那个地方是24小时7天 不停的敬拜跟祷告 不停的敬拜跟祷告 我告诉你 这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你敬拜祷告清静神 敬拜祷告清静神 那整个的属灵空气会变 我那个时候 2007年我开始学习 怎么样清静神啊 清静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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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学习听神的声音 我常常遇到的情况是 要听神的声音 哇 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可是很奇怪我到那边去 常常一坐进祷告室里面 三分钟五分钟起室就来 为什么因为祷告到天开了 那 他们去厨房没有做什么 也不是机会什么 被圣灵充满 好 三个礼拜以后 写了一封信 来 这个爸爸我 写一封信给我 爸爸 我要去上这个 这个医治的课 那我觉得我要先跟你恢复关系 我要赦免你 然后请你也赦免我 这样 哎呀 你知道 如果你儿子跟你说 他要赦免你 你会怎么样 你把他给你看 对不对 你竟然说要赦免我 这是我们传统的观念 可是我很高兴 很高兴 因为我自己知道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他很多的伤害 因为老大 老三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次 他就是喜欢搞怪 他跟大家在一起看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电视 然后 看到竟然就 哇 就吵架啊 什么什么 那我出来一看 为什么 就是 他就是喜欢搞怪 他就放了一个臭屁嘛 就这样而已 然后大家都不高兴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拿起那个 我买给他的一支箭 本来要打他 那时候还小 大概七八岁 小孩子喜欢玩箭 要打他 我不能打他 我就一直敲他的那个门 敲到那支箭都坏 哎呀 心中很难过 非常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我为什么对小孩子 会这个样子 我待会再告诉你原因 跟我的父亲有关系的 我不是在怪罪我的父亲 可是 每一个人受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 打他打他 打他箭都坏了 哎呀 我心里有很难过 怎么办 圣诞节 那是圣诞节的时候 跟他说对不起啊 以后爸爸再买一支给你 后来我 那支箭是在新竹 那个叫做什么什么 小叮当 买的 后来回去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木箭 来 我只好买一支 会闪闪花光的 有电的 那个比较现代一点的 要给他 我知道对他 心中有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伤害 所以当他说 他要赦免我的时候 而且他不仅是说赦免我 他说请你也赦免我 啊 我征求他的同意 我在教会念那一封信 我说我们父母 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 要把自己的权柄放下来 要跟他们做朋友 你要得到的是他的心 而不是得到他表面上的孙福 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 阿们 神不是说 立法那个只是一个过程 到最后是他解开了那一个 然后让你自己做决定 这是我们的神 好 所以感谢赞免神 哎呀 这个儿子竟然一年变成四年 毕业了以后 他现在就留在那边做祷告宣教室 那 你就发现几年来 他整个的生命开始改变 整个的生命开始改变 有时候我跟师母有点不好的时候 他还会做和事老 他还会欠我们 他还会 就是这样 很懂事的一个小孩子 真的是很感谢神 那是因为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怎么样 归向父亲 那当还没有做父亲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对神的观念 这个是我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是公元2000年10月31号 新航空难过世 那我跟母亲是很亲近的很亲近的 因为从小我的父亲 为什么 是 我刚刚讲 只有两个时候他会来找我 一个是我跟弟弟吵架 另外一个是拿成鸡蛋 回来的时候 所以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讲得难听一点 在外面是花天酒地的 那 到了 到了那个老年的时候 五十几岁 还有机会到美国去了 还有机会赚钱 那他就 哇 就 非常的在意赚钱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他没有 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 都是 基本上都是我母亲鼓励啊 就是好好读书啊 好好读书啊 好好读书啊 好好读书 所以我大哥去读了这个 台大土木工程师毕业以后 就申请奖学金 就到美国哈佛大学去 拿了一个 这个叫做卫生工程的一个 一个博士 所以很优秀很优秀的 那 可是都是母亲这样那个 母亲空难过世了 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 也是神很奇妙安慰啦 这种 这在苦难当中 我为了那个 做了一个诗亲的专辑 那个 就是怎么样思念亲人啊 这个 我们跟母亲的关系都很亲密 母亲走了以后 留下父亲 那父亲开始就 跟我们这些儿女 也都慢慢慢慢慢慢 有一些 有一些关系上的恢复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一个父亲嘛 母亲走了 所以我们就也是尽量 可是在这个之前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转捩点 这个转捩点是什么呢 是 我怎么知道我父亲其实是很爱我 我的儿子生病的时候 我儿子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三万人为他祷告 我父亲那个时候叫做 不能不乐的基督徒 可是我们整个家族 因为我八个兄弟姐妹嘛 每一个至少三个孩子 所以积极起来很多人 我母亲 这个 后来我儿子好了 我家人告诉我说 你 这个 多少 多少 那时候为大家 为送恩 为我儿子祷告的时候 他说跪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 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 其实父亲是很爱我 只是他不会表达 一生他没有跟我说 孩子我爱你 没有的啦 他就是 老年了 到那边可以赚钱 他就赚钱 然后呢 这个 给我们的儿子都够用这样 那 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恢复 跟他的一个关系呢 我记得我那一次回到我的教会去 讲道 做见证 就是我儿子生病之后 我就看到我父亲坐在那里 我就在台上 就突然间一个感动 我说我要当众 来 宣告 其实我父亲是很爱我 为什么呢 你看 他不能不乐的基督徒 怎么会这样 嚎啕大哭 为我儿子祷告 虽然我的父亲 一生没有跟我说他爱我 可是我知道我父亲 很爱我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父亲 一直在那边擦眼泪 然后我母亲那时候还在 我母亲就说 人家我为你祷告 为什么你都没有提我 你知道我父亲有时候会 争宠 那 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发现 我跟父亲的关系 开始不一样 开始不一样 我知道 可是他还是不会讲 我爱你 我爱你 不会的 母亲走了以后 每个礼拜 他都礼拜二 我记得很清楚 每个礼拜二都会来我们家吃完 我 我的师母就会款待他 他喜欢吃什么 商棧啊 什么意思 就 每个礼拜二 我们也很享受 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 那 我在做 教会主任牧师的时候 哇 他坐在那边 听我讲道 听我讲道 每一个我都可以看到他 听得哈哈大笑 然后 这个 别人讲道他会睡着 而自己的儿子讲道他不会睡着 你知道这个就是父亲 好 以我为荣 2010年 我把教会的工作辞掉了 因为神 对我有一个新的副招 我要 我要做培养门徒 而不是这个 这个 召集慧勇 所以我辞掉了 哎呀 他就很担心我 2011年 其实2010年 他就发现他有死道癌 所以也做很多的这个化疗 然后一做化疗 整个身体就那个 那我们 在他身体很 那个软弱的时候 我们都是 基本上都是比较 跟他在一起 那 2011年 奇怪 他停止化疗 身体就不断的好起来 好起来好起来 好到一个地步 92岁了 91岁了 他还开着车到处到处跑 所以他很硬朗 那 我们就很放心 后来2011年 我就回到台湾来 宣教三个月 好 因为我把教会工作辞掉了 我想 哎神的一个抚招 那神的代理 我就回到台湾来 三个月 没有想到 到了二月 一直到这个 五月 五月的时候 我的弟弟 寫了一个email来 所以爸爸病危 爸爸病危 要我赶快赶回去 那我当然就是很意外 因为他开着车到处跑啊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他已经病危了 在电话里面第一句话 你知道 他说什么 第一句话他很衰落的时候 我说 多长你好 也没有回答我 你是贪有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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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做主任牧师了 你赚的钱过用吗 我感受到他的爱 你有意思啊 我感受到他爱的表达就是 你是贪有贼的 这个就是父亲的爱 所以在爱的表达里面 他有很多的不完全 可是我知道他爱我 所以开始去接纳他 开始去那个的时候 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而你的心归向父亲 开始就不一样 其实我的师母 今天没有时间 时间的关系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的父亲 就是因为想要生男孩子 可是没有 三个都是女儿 第一个还好 第一个女儿很宝贵 第二个就开始怎么样 第三个连碰都不碰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师母常常说 小时候父亲带女儿出去吃东西 永远是带老大 他一两次跟到 老三从来都没有去 你知道吗 然后 所以跟父亲的关系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然后 这个 他回来以后 他回来 回来这里以后 他有一个那个 就是常常要去找父亲 跟父亲一起吃饭 然后 他常常觉得就是说 吃晚饭 要给父亲一个抱 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 他的父亲也是八十几岁的 就是这样 从来不懂 从来不懂 这个 这个 几个礼拜前 我在林口 讲道 礼拜六办特会 因为他父亲住在台北 那我在讲道的时候 他就带着 两个儿女 就去找阿公 然后就跟他吃吃饭 吃完饭 他那天回来很高兴 他说 他吃完饭还是去抱他 去抱他 他说他的父亲 生平第一次 抱回来 好久好久 连我那女儿都看到 第一次抱回来 这叫做 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怎么样 归向父亲 你开始 关系不一样 可是当这个 没有发生的时候 很多时候 没有办法体会到 阿爸天父的爱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很在意 父亲的祝福 你记得吗 雅各 不是 这个伊萨 伊萨 为雅各祝福 这个伊萨回来 父亲啊 你能不能给我祝福 父亲啊 你能不能给我祝福 你知道 那个是 其实一个描述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父亲的祝福 所以为什么朱志青的背影 是很多人引起共鸣 知道朱志青的背影吗 那就是父亲的形象 每一个人 你知道 我当然 有过很多很多的 这个圣灵光照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原来我对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发脾气 特别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呢 你知道我 我跟他们玩的时候 我带他们去旅行的时候 哎呀 突然间他 稍微抱怨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 就特别会发脾气 后来室灵光照 为什么 一生 我的父亲 没有带我去玩过 一生 我的父亲 没有带我去旅行过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我带我的儿子 去跟他玩 这个 带他去旅行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父亲了 所以当他还抱怨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受父亲的一个影响 OK 然后我父亲跟母亲的关系 年轻的时候 我们住在彰化 我们住在那个乡下草湖的地方 我父亲在外面喝酒啊 然后有时候 这个 两三天才回来 哇 回来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一幕 就是我母亲就拿着一个棍子 当她躺下来 睡觉的时候 打她 打她的时候 然后我父亲醒过来 母亲就赶快跑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丈夫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两个刚刚好 很奇怪 沈帮我们配在一起 因为她需要父亲的爱 所以她结婚以后 一直到现在都叫我爸爸 爸爸 爸爸 当然很多人都这样叫 可是 就是 很需要父亲的爱 然后我觉得 我已经是不错的丈夫了 比起我父亲来 你懂不懂 这叫父亲的背影 OK 这叫父亲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可是当我开始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时候 我不再用这个标准 来衡量 我不再是活在那样的一个背影 阴影的当中 我慢慢能够那个 我最大的一个 一个体会是什么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介绍 我做了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 是世界第一个 就是让你没有音乐家的时候 你可以 这个自由的要反复 主歌 副歌 最后一季什么的这些 真的我不提 可是那个软体 有一个人 跟我说 牧师啊 这个可以赚大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这个小组 什么 你如果把它推一推 在每一个小组跟你买一个 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就跟我说 哇 这个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这个 他给我设计了一套的这个商业模式 他说哇 你刚开始要免费的 免费给人家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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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让他们copy copy copy 然后呢 免费用完 用 今天很好的时候 你要这个第二个软体 这个加上一些歌 你要卖99块 第三个要卖189块 然后没有限制版的 就是要多少歌都可以的 你要卖329块 美金 OK 哇 他跟我这样讲啊 OK 那我因为 做了这个以后 我是 我完全不会做生意的 那这个人也是一个 在 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做很大的事的 所以我就听他的 然後 奇怪 奇怪 就是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 有一个姐妹说 穆斯尼的异象如果要遍地主坛 我要建议你软体要免费 软体免费 哇 他跟我讲软体免费 我三天睡不着 因为我想如果我前递 不管是三年五年 我如果推动在这个全世界 能够卖一万套就好了 一万套是多少钱 329万美金啊 你现在叫我软体免费 我要请工程师耶 我哪里去 去找这个钱 我就很难放很难放很难放 挣扎了三天 你知道为什么挣扎 为什么这个 这个挣扎很深 我父亲要过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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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所有的孙子孙女都叫来 那时候他孙子还很清醒 就说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他还给我这个儿子特别做 我给你一万美金 你怎么样怎么样 OK 这样 每一个都交代完了以后 他讲了一句话 你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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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做传道人 他讲了一句话 不要做传道人 为什么 这不是他不爱我 他看到他的大儿子 哇 这个哈佛毕业 然后做系主任 他看到他的小儿子 我那个小儿子 我那个弟弟更不得了 他做牙医 有五间牙医诊所 他自己都不做 都是请人家做 他就做管理 他做了一年以后 他就开始请人家做 哇 然后以后就钓鱼 然后跟毒神仙 他现在是一个神器院的院长 所以我父亲每一次讲起他们 他就梅飞飞什么色舞的 就是哎呀 当然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 他听我讲到 他也是梅飞色舞的 为什么 他以我为荣 可是当他 当他对着这些孙子孙女 讲到说 你们不要做传道人 你觉得我心里怎么样 当然会觉得难过 我理智上知道我父亲很爱我 可是我感受不到他以我为荣 回去讲那个软体 为什么我很难过很挣扎 为什么 因为我心中有一种渴望 我要向我的父亲证明说 这个儿子也会赚钱 懂不懂 这个儿子也会赚钱 我只是做传道人 没有那个机会而已 现在我逮到一个机会 应该可以赚大钱 所以当神 这个 当人这样建立的时候 我三天睡不着 可是神就一直问我 你要我的国度 还是要钱 那一阵子我太太做了一个梦 神会接着梦 她说 她说做到有一个穿纸袍的女人 在勾引我 她说你是不是有外衣 后来你知道是怎么要去解梦 紫色是一种什么 尊贵 荣耀 地上的什么 我发现自己 会落入那样的试探里面 我挣扎了三天 我跟神说 神啊 我要你的国度 这些都可以放 神啊我怎么办 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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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不喜欢募款 耶稣说 圣经人就跟我说 你太骄傲 你看耶稣要去帮助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怎么说 请你给我一杯水喝 那个叫做前辈 我发现我很不喜欢求人 我要向我的父亲证明什么 你这个儿子也会赚大钱 这是我们受父亲的影响 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在期待 父亲的一个什么 祝福 每一个人 因为父亲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生命的根 然后父亲当然 地上的父亲就是希望你怎么样 有成就 希望你有成就 他们的爱的表达就是这样 这就是世界 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体会到 哦 原来神不是这样看我的 什么叫做儿女的心 不是靠行为成就表现 而是因为我是生命血缘的关系 OK 好 最后我们有20分钟 我想跟大家来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叫做我看见天开了 那这是什么写出来的 1995 96的时候 我在休斯顿幕会 幕会的时候 那 有一次 我就是在台上带领一个聚会 那一段时间 就是说 我的生命很多挣扎 那常常会觉得 就是说自己 讲道头头是道 可是生命胡说八道 很多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糟糕 就是很多的控告 所以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恩典的书 就这个当中 我开始 欸不对 你的信仰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行为 不是这个 可是我还是真正的不明白 因为现实 事实是我的生命就是 好像那么糟糕啊 怎么办 我那一次在台上 带聚会的时候 后面有20几个小孩子 从台下 要走到台上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要表演 我站在台上 很奇怪 20几个小孩子 突然间我眼眼看到 两个 我看到那两个 我不知道 心中就是很喜悦 大家说看路 会味道笑 你知道吗 哎呀 那两个是谁 我请问你 那两个跟我什么关系 是谁 是我的儿子 然后 很奇怪 我看到这个 看到他 我看到前后左右的小孩子 一个呢 钢琴弹的比他好 一个呢 功课比他好 一个呢 运动比他棒 另外一个呢 欸 比他乖 奇怪 行为表现都比他好 奇怪 我看这些 好像行为成就很好的 我心中没有感觉 不感觉 欸 看到我那两个 表现比较不好的 表现比较不好的 我看到 确实会比较糟 为什么 很简单 就因为他是我的什么 儿子 他身上流着我的血 他有我的DNA 虽然成就表现不好 可是我看了就是 喜悦 喜悦 然后突然间我就感受到 神在跟我说 我看你 也是这样看 我看你 是看到你里面有什么 有耶稣 我喜悦你 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你有耶稣的DNA 哎呀突然间我明白 神喜悦我 真的吗 神喜悦你吗 有多少人 我相信 很开心你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淘族喜悦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句话 来 因为 要追追追追 用土的 我发现 我们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有一个 有这个 天就开了 然后怎么样 是您这样在他的身上 然后 就有声音对耶稣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以前我读这个就是 这是耶稣嘛 所以神就喜悦 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我先讲 爱跟喜悦有什么不同 爱跟喜悦有什么不同 我起到我太太了 本来从此想说 从此王子公子很幸福 可是没有想到有很多的困难 对不对 可是 约就是约 你已经 结婚了 你已经立约了 你就要怎么样 咬紧牙根 爱下去 有一次我跟他吵架 吵架吵架吵架 然后呢 他就问我一句话 Do you still love me 你还爱我吗 那我不知道那时候 哪里来的 大天就大 What do you mean my love 你说爱是什么意思 I commit to you 我向你为生 这不是爱 这是什么 哇他听到那个 这样 一整个人都合了来 就是哦 还是爱我 这就叫做爱嘛 已经结婚了 就要爱下去 咬紧牙根 也要爱下去 对不对 不管你觉得怎么样 不管你觉得好不好 你就要爱下去啊 神是不是这样爱我们的 对不对 这是尾声的爱 这是宝贵的不得了 就是因为这种尾声 所以我们不能打破那个婚约 可是喜悦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儿子 对不起 牧师借一下 这我儿子 女儿子在哪 女儿子 对啊 女儿子 这我儿子 这我女儿子 他们也不完全啊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不用咬紧牙根 爱下去 为什么 我喜悦他们 那我儿子嘛 那我女儿子嘛 那跟我有一个生命血缘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问人家说 爱先生跟太太 比较容易 还是爱儿女 比较容易 蛤 为什么 太太在你旁边 不要乱讲啊 对不对 爱儿女是不是比较容易 为什么 这叫做 这叫做 儿女的身份 和父母的关系 因为她的表现好 而是因为她是什么 跟我的生命血缘的关系 神喜悦你 阿们 后来我就把它写成这首歌 就是这个 我看见天开了 我的爱子 我心喜悦你 因子耶稣 阿们 最好 我想用这首诗歌 来跟大家 一起唱 好不好 一起来祷告 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诗歌 我们来体会 阿爸天父 对我们的爱 那也是 跟我们说 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很重要的 你今天听了这个道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 有机会 谢谢我太太 如果你父亲还在 不管她会不会抱 先从握握手开始 先从 轻轻的 有一天紧紧的抱她一下 你看她什么感觉 儿女的心 归向父亲 父亲的心 归向儿女 你能够开始体会到 天父何等的希望 能够拥抱你 跟你很亲密 你可以叫她 Daddy 阿们 好 我要请你闭上眼睛 来听这首诗歌 好不好 先做一个想象 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觉得神怎么看你 神是带着喜悦 笑脸看你 还是带着一个很臭的脸 什么叫做跟神和好 和好就是不再是一个 烟丑的脸 而是一个什么 笑脸 神 喜悦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要邀请你闭上眼睛 然后 抬起头来 面带微笑 来听这首诗歌 好不好 面带微笑 来听这首诗歌 神喜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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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见你开娘 请天父对我说 我的爱自我心心美女 迎着耶稣 哦迎着耶稣 我生你为功利 以耶稣生命救赎 以耶稣流血 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你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你永远是我的喜悦 宝贝我爱你 你耶稣生命救赎 你耶稣流血 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你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你永远是我的喜悦 宝贝我爱你 这就是神对你我的爱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 好 在圣灵里面我静听见 天父爱我 天父爱我 看着神对我说 看着你我爱就有凡事 应着耶稣 我应着耶稣 我应着耶稣 我用鼓励 再来说 再来说 在圣灵里面我静听见 天父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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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剩给我说 看着你我爱就有凡事 看着你我爱就有凡事 天父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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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祢的祈祷给我 永远是祢的喜悦 天父祢爱 先听了来先告 是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 是耶稣完全接近我 这恩典 我永远不改变我 永远是祢的宝贝我 永远是祢的喜悦 天父祢爱我 是耶稣已经 一次又一次的你要先告是 这个叫做同意 同意神所做的 这恩典 到永远不改变我 永远是祢的宝贝我 永远是祢的喜悦 天父祢爱我 激起我们的说 来先告是 是耶稣已经坚定的来说 是耶稣完全接近我 这恩典 到永远不改变我 永远是祢的宝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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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太联起我 耶添水我 讓我 他 etermgrade 精益 岳 吉他 永远是祢的宝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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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我的宝贝你 祢永远是我一天父 祢赐给我天书记录 祢永远不再变 祢永远是我的美书 祢永远是我的儿子 天父我爱祢 好不好 这首诗歌 在那个时候 我要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 先做一个祷告 首先要认定你自己 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喜悦你 阿们 把那个谎言丢掉 把一只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 就是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祂永远爱你 这恩典到永远不改变 神要跟你说 孩子我爱你 到永远不改变 不管你的行为怎么样 不管你的表现怎么样 你永远永远 你永远远是我的儿女 不可以回去做奴主 不可以回去用行为来衡量你自己 用耶稣 用耶稣 用恩典 用恩典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 你的圣灵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说我肯求你 采取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做到恢复一个儿女的心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那个囊救害怕要离开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那个卢谱的心要离开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要来宣告 所有的控告全属于无效 我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 没有人能够控告神所牵牵的 我是你的儿女 我提起我的手来宣告 我同意阿爸天父 借着耶稣已经做成的事 谢谢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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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 圣灵 那儿子的灵 再次在我的心里面 向我启示 我所领受的是一个儿女的心 可以呼叫爹地 可以呼叫阿爸天父 我所亲爱的天父 我爱你 永永远远 我爱你 永永远远 你喜悦我 帮助领受这样的爱 能够活出来 在我跟父亲 跟儿女的关系当中 能够活出来 这个做主不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在我的家庭里面 因为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谢谢阿爸天父 谢谢耶稣 有一个感动 我知道时间我们再三分钟而已 再两分钟而已 我想我们要领受一个天父的心 我能不能 因为我们在在场的有很多的父亲儿女 有没有 我能不能请父 这个牧师跟师母先来 然后 就不要做什么 就是 请她的儿女也到前面来 就给她一个 深深的拥抱 给她一个祝福 好不好 我们先请牧师师母 好像三个都在这里 可以请儿女也出来吗 牧师的儿女 还有一个吗 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很简单 就是 给她们每一个人很深的拥抱 然后 给她们做一个祝福 所以我以你为荣 这个儿子这么优秀 我很喜欢他 我想 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要带着他 可是 不是因为他表现 我以他为荣 而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女儿 每一个都是 阿们 所以好不好 我请牧师 给她们一个拥抱以后 然后为她们做一个祝福 祝我们 祝我们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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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要承受圣灵的本顶 为他所预备的事 坐落在家里去住 我跟他的作品一种 是跟他你们一样只会有一个 希望到你生命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引来 我直接去把自己从事直到永远的站在 祝你除了愛主 哇 神在阿奇的生命裡面 肆下祂要帮祈禱 所得的假名 神你給祂的更多 哪裡來都看見 跟神所建議的這樣一個 榮神祝福 一試謝謝你 好不好 能不能给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 在孩子的生命中间 就是他们的名字 就是我们向神领受来的祝福 我希望他们的祝福 就是信家 在信仰中间得到加美 然后承受恩典 承受神的恩典 这样还不够主要再提醒我们 再赐给我们老三 就是祈祷更加美 这是我们对祂的祝福 从神那里来的 愿这样一切荣耀归给主 阿们 圣经里面有句话 我按着祢的名字 认识祢 父母的心 父母的爱 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 我们没有时间 能不能这样 如果你的儿女在场 你就去跟他拥抱一下 好不好 有没有 就给他一个拥抱 很简单的 给他一个拥抱 然后就讲一句话 我因为有你这个儿子 有你这个女儿 我欢喜快乐 我以你为荣 OK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OK 如果你儿你不在这里 你就让天父拥抱你 Amen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如果你父亲还在 你祷告 神给你这样的力量 去拥抱你的父亲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我要来宣告 阿爸天父以你为荣 你是他手中的工作 杰重 他以你为荣 特别你因着耶稣 是他的儿女 Amen 这叫做好消息 不是因为你的成就 是因为你跟他有一个生命血缘的关系 这个叫做儿女 Amen 好不好我们 这个提起我们的手 来领受这样的祝福 圣灵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邀请你 阿爸天父要把圣灵充满 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要引导我们进入这恩典的真理里面 这真理要叫我们得到自由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圣灵将阿爸天父的爱 神的爱 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里面 让我们的信仰是心被恩感 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服侍我们的神 谢谢阿爸天父 谢谢耶稣 谢谢圣灵给我们今天在宝贵的时间 主啊当人的声音 父神当人的声音停止 我恳求圣灵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是圣灵 起初感动我们信耶稣 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的圣灵 要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 跟阿爸天父的关系 跟耶稣的关系 感谢赞美你 将一切荣耀送单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在这一身忽视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摸索 要 如何来从内心去认识神 还有跟祂关系 我记得好几个月以前 在祷告会曾经分享过 我觉得我的信仰又出了问题 因为我是带着忌惑的心 在敬拜神 在服侍神 但我不知道 要怎样改变我的方向 用哪种服侍的态度来服侍神 真的今天谢谢神牧师的分享 让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要用怎样的方法 由圣灵来带领来服侍上帝 真的谢谢神牧师的 谢谢圣灵的带领 感谢主 而你的心找回了 我们会这样高兴 我们现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 阿们 还有没有 赶快 赶快 因为我今天其实一直有操一些笔迹 那我其实在早上 其实陈牧师有讲到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领受 就是我信神爱我而去做 而非因惧怕而做 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 透过这一段简短的话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 它开启了很多在整个信仰上 很多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 一个不同的领受 跟一个新的突破 然后不管是在整个思想 然后在整个思想 不然自己跟神的关系 还有那种心态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牧师分享的是 就是儿女转向天父 然后天父转向 父亲 儿女转向父亲 然后父亲转向儿女 然后我觉得 我不只有一个 在天上非常爱我的爸爸 然后在地上 神也赏赐给我 非常爱我的爸爸 然后他爱我们 然后常常为我们祷告 然后我希望我的爸爸站起来 让大家知道说 他真的是非常爱我的爸爸 我爸爸他常常真的都是 默默的就是 为我们在做事情 为我们在祷告 然后我觉得 求神真的是祝福他 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 没有为我们担心 而是有充满从神那里来的喜乐跟平安 谢谢 谢谢 谢谢